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大家有实际操作过吗? 今天豆哥我,就来简单教大家使用 你们是不是常常有无法顺利达成的事啊? 这时候就能使用曼陀罗思考法 曼陀罗思考法,最常见的用法有两种 一,放射性思考法 二,螺旋式思考法 放射性,是以九宫格的中央格子为主轴 向外联想出相关的概念 其余八格,彼此不一定会完全相关 那么,中间就填各主题吧 创业,怎么样呢? 目标设下后,大家现在脑中 是不是已经有方向了? 可以暂停影片,先实际试试看哦 中间设定完之后,往外扩散 大家的设定完,有跟我一样吗? 螺旋性以中央方格为起点 往下走,依顺时针方向 将预定的,目标主义填入 八格彼此有关联性 螺旋式,是要一步步去完成 提醒大家使用曼陀螺丝烤法时 使用较明确的,尽量较为具体 实际操作,才会比较好成功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使用 目标可以设定较为简单 能一一完成目标后 也比较有成就感 才会有动力继续使用哦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祝福你们不要成为韭菜 金钱革命